歡迎唐靈先生 Hello 早安 大家好 Wyman計寫了 《超浪漫超溫馨》給你之後 現在寫了一首 超寂寞、超孤單的歌給你 今天有Galaf T的《國際孤獨等級》 作曲有Galaf T本人 還有Teddy Fan 范子謙 索詞有黃偉文 編曲有范子謙 葉崇欣 監製有Galaf T 還有Teddy Fan和Patrick Yip 最高階的孤獨 應該不是選擇自己一個人 而是就算有兩個人 也好像只有自己一個人 今天有國際孤獨等級的Galaf T來到 很寒冷,你好 其實這個國際孤獨等級 分為很多個界別 由第一級,一個人去超市 到第十級,一個人去做手術 是不同程度 你自己先說 你經歷過多少個階段 或者你試過多少個級別 其實這份表是假的 我放在YouTube Caption 是我自己改的 是你寫的嗎 是我自己改的 你作的 不是 本身有個表 但這份表有很多不關我的歌 我自己改的 自己一個人去北非漢落堂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因為要這首歌都有關係 歪文有這個詞 所以我就射回去 其實自己一個人去千兆有做過 自己一個人去駕肥屋也有做過 自己一個人去吃火 我沒有去過 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自己一個人經常做 自己一個人唱棋 其實每天都唱棋 所以也有 自己一個人行山也有 自己一個人去看駱駝 我是沒有見過駱駝的 然後自己一個人去上甜蜜貨 我都沒有去過上甜蜜貨 因為我不喜歡做蛋糕 自己一個人搬家是有做過的 但自己一個人去做手術 是沒有做過的 就是這樣 平日常常見到你和悶天 很甜蜜 我就會想 什麼觸發你會寫一首這麼孤獨的歌 因為原先我們 糟了 我覺得現在這個說話好像有點尷尬 對 但當大家覺得一段關係很好 但其實在裡面 兩個人之間 有時候也有些東西不太完美 這是我第一個跟威文說的概念 他其實在某些句子裡 也有說出這個主題 但我再討論多些之後 覺得寂寞和孤獨是一個比較大的主題 這就可能變成一句 但其實這首歌是原先跟她說的概念 難怪你說在這裡說好像有點尷尬 莫非你想說的那段關係 是你自己的那段關係 這個讓大家自己理解 對 我也有跟她說 其實我挺喜歡坐地鐵 但有時候我經常不喜歡坐地鐵 看到我就會問我可不可以拍照 這個也是我跟威文談過的一個 混淆 我覺得我寧願是自己一個人 我之前在讀書很多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 我做一幕其實是一個比較寂寞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寫歌、自己練琴 很多都是自己一個人做的 所以這也是我跟她說了一件事 因為其實這一年或兩年前 其實我真的很多週末都是自己一個人過的 但現在就變成每個週末都有很多人 很多工作、很多新朋友 我覺得是不介意的 但純粹是有時候如果自己坐地鐵 我都想自己一個人聽著耳機 沒有人騷擾我 這個也是我跟她說的其中一個主題 所以你是喜歡孤獨的 對 我覺得不怕寂寞 又不可以說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過了太久之後 其實也未必是最好的 現在因為多了人認識你 出街上也會有人想找你簽名拍照 那你怎樣幫自己爭取更多的 me time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比較低鍵 因為這個我覺得我不是… 我尚未去到超級出名 所以我都是正常出街 但純粹有些時候 當我打算寫下一首中文歌的時候 這就是港字有一陣子的主題 之前的歌曲 《孤單》和《國際孤獨等級》 其實它的主題也有些東西是黏著的 那陣子的感覺就很強 所以跟灣民談的時候 他寫下去的時候 也會說出這個感受 有人說第十一級 是一個人看國際孤獨等級的MV 對 你也很反映在MV裡面 你是不是故意去日本拍的 還是剛好順便拍 其實不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都直接飛去日本拍MV 其實我去了日本一個月 我沒有可能去那邊拍MV 我去那邊真的去度假 吃東西 順便拍MV 其實MV也可以說一下 shout out Elaine 拍MV很多日本朋友一起幫忙 調適、剪接 還有開機也是日本人 原本是你的朋友 還是在那邊找的主題 那邊找的朋友 但現在已經變了朋友 朋友 現在已經變了朋友 但在這件事之後 那次為何會上日本拍 就是我覺得富士山一向都是 即是山這件事 一向都對我來說一些重要性 因為我的名字也有這一個字 然後拍MV的時候 就找了富士山作主題 是 然後如果你看過MV 我穿著同軍服 其實我是在抄上UP 你有沒有看過UP 有… 不是沖天旗兵 對,沖天旗兵 沖天旗兵的小朋友 因為我很喜歡他 有一陣子 我的WhatsApp icon 總是沖天旗兵的小朋友 但我打算重演他 因為當時他只是一個人去旅遊 但角色是很能力的 跟你有很大的相反 對 因為我經常覺得… 因為他有一些位置 他也是傷心的 即是在電影中 他也是找到老人家 即是很孤獨 但他找到老人家 以及找到一隻狗 找到很多不深的朋友 但這次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獨內獨旺的一個人 雖然他很開心 好像是最初沒有同伴 但其實在路程中 他會遇到很多有趣的事 令他開心 對…沒錯…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所以造型上也是 造型上就拆開 在MV上我看到另一個等級 其實一個人去露營或一個人去露營 都是一個國際孤獨等級的其中一項 你覺得一定要一群人去 或多過一個人去才適合 等於你會否一個人去北非看駱駝 如果有機會我可能會 這件事很孤獨 我也試過一個人去旅行 所以我也感受過那種孤獨 但我可能很享受那種時刻 全部時間都是me time 沒有人打擾你這種感覺 是挺爽的 對 我同意 一個人去旅行 你去那些城市地方 可能吃東西或自己放鬆一下 但你在露營或一個人去北非看駱駝 是有點野外求生的感覺 那種是擔心點和害怕 所以等級是再高一點 第十二級 你自己幻想你有沒有覺得 一些挑戰難度的國際孤獨等級 我覺得最瘋應該是二十一天的 怎麼說 二十一天自己在酒店裡住 因為當時隔壁 那個就瘋了 那個很瘋了 你有沒有試過 有 我試過一次 所以我是做到 大家說我是假寂寞 你試一下做 沒可能 那二十一天瘋了 很難 那次你在哪裡 那次在波士頓回來 剛剛回來的時候 對 剛剛回來的時候 那次我無法解釋 很辛苦 頭十幾天都還可以 但去到那些味道後 當你每天的食物一模一樣 那你做都可以做到一些 你做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 我都是整個 這樣看電影 但你沒有人看二十一天的電影 沒有人可以探望你 亦沒有呼吸新鮮空氣 對 也沒有呼吸新鮮空氣 又沒有跑步 又沒有做運動 在房間裡 所以我覺得是我暫時人生中 最寂寞和孤獨的 但我很想知道 你當時的心理狀態 因為你明知會有這件事發生 我們很多時候會 我先選好電影 或者先準備好心理狀態 但到現實 又是另一回事 你之前是否覺得不怕 我也是做過姐 你起初是怎樣想的 起初我都覺得不太差 自己一個人 其實到中間我都覺得還好 第十五天的時候也還好 而且真的沒有人煩你 你終於得到那個空間 好像有很多時間 每天都是時間無盡 但到第十八、十九天 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那時候又未能出去 但我又終於傳入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時間就變得很漫長 當時你沒有發脾氣嗎 也沒有 但我感覺到我出來的時候 即是二十一天完結後 我跟別人聊天 是比現在更加尷尬 為甚麼 因為太久沒有跟別人溝通 連訊息也沒有 有訊息 但我是訊息 我只是打字而已 不是錄音 對,不是錄音 所以出來的時候 跟別人聊天就馬上很尷尬 好像發覺不懂得用聲音 口型應該怎麼動 因為太久沒有對話 而且看到很多人會有點害怕 我會覺得很多人 變成蛇孔 蛇孔一點 但還是頭星期後就回復正常 你那時候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是甚麼 好像去了跑步 對,去了跑步 因為可能是否真的要鬆一下筋骨 對,因為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所以就要拍步 原來這個暫時對它是頂級 國際孤獨等級就是空氣 如果現在要你 又是這樣空氣21天的話 你可否應付到 我覺得一定要帶很多東西進去玩 即是打部PS5 要下載幾隻遊戲 每天都不停打遊戲 或者弄下歌 可能會帶一條繩子進去跳 我會帶很多玩到的東西進去 就會沒那麼悶 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是否特別忠誠90年代的音樂 因為你看你的MV 都特別有這個感覺 有一個悶 我覺得我是還好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可能80、90年代 好像每一個10年都 他們自己的音樂或音樂影片 都有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如果要做到未來 首先要向歷史致敬 就像之前孤單一樣 就像林志祥一樣 要了解一下 港次他們怎樣做 港次的顏色是這樣的 港次的MV風格是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 可能其實慢慢你都感覺到 時間過 每一段影片都越來越貼近現代 但是我都很喜歡向之前的東西學習 所以很多影片都是這樣的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啦 字幕志祥 字幕志祥 字幕志祥